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 我还有没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 以赖他的大能大力 作刚强的人 在未来这几天里面 我们会尝试用这一节的圣经 成为我们的金句 我相信这一节的经文 一样会在未来这几天里面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认知 就是神是怎样借着他的话语 去不断的允许我们一些很大的祝福 但是却要我们用足够的信心 足够的内涵去回应 其实这节的经文在几年前 我已经和大家分享过 就是特别说里面的一个字眼 就是作刚强的人 事实上作刚强的人 这个字可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字 因为原因就是我们曾经分享过 这个字眼其实不是像在字面说 我们刚强的人 我们硬朗点 我们站得稳 原来不是的 这个字其实是说着一个很特别的质素 因为这个Andunamide 这个字其实是一个特别的用途 事实上这个也牵涉到就是我们说到关于圣经里面的十一的秘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字其实在保罗所选择的字眼当中 有极之多的字眼可以选择是代表了刚强的人 但是他选择这颗字 因为这颗字其实是一个尊有名词 是在希腊他们自己记载半历史半神话当中 一个主要的人物专用的 是什么人物呢 这个人物背后有什么背景呢 它代表什么呢 我想说在主日我们会详细和大家有少许分享 但是起码我们去读择这节金句的时候 我想和大家去理解里面 甚至希望藉着保罗所说的东西 因为实际上我们在《以弗所书》 跟着保罗所说的全副军装 甚至是用罗马全土军装 所以你会看到他是特意有意选择这些生字 特意选择这些字眼和选择这些对比 对比给我们知道什么呢 就是好像人世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事件的对比 我们就可以理解在属灵里面 其实神爽似了些什么给我们 简单来说主耶稣都用杀种的比喻 来说到关于这个种畜30倍60倍100倍 在农夫可以做到原来天国里面也做到 但是同样保罗用全副军装来说 罗马士兵是当时举世最好的士兵 军装去对比神给我们熟灵的军装也是最好的 而这里说到我们要靠着主 我们要倚赖他作刚强的人就更加出色了 因为他选择的字就是希腊神话当中大力士专用名词 这个字专用名词其实是在说什么呢 实际上如果我们讲到关于大力士这个Hercule 其实可以说有一段故事 因为Phil Vincent实际上是关于他的这些资料 这些秘密我们稍后会在主日详细和大家分享 但是这个人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质 就是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像他那样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这个大力士不是普通的大力士 他有一个特别的质素 使他成为一个与别不同的神话人物 因为这个人物其实是拥有超人的能力 超人的力量 他处理甚至面对和解决 别人没有可能凭人类的力量去做到的事 简单来说他是能人所不能 但是他的力量原来在希腊神话当中 他是用这个字可以说非常清楚地活跃 他的力量的来源 所以这个字基本上在神话当中 是专有名词 是用在他得力量的来源的一个比喻 《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 《我环有没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以励多的大能大力 作光强的人 神力量在我心 永充满信与望 全热烈并爱心 世间里发光 盘石上站稳 今我跨性世界震荡 直至善杰的真道 最灭斜荡 心中充满热成燃起火光 一生发亮神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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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魯已熟患 君府得释放 让我光辉生命照片放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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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